大家好,網絡再狠有的時間,我是Tommy Q 今集我想說一下周滿延傳道這個人 和他發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周滿延傳道這個人 他在公眾場所偷拍女生群體 以我所知,他在港鐵和教會中 他都是用手機偷拍女生群體 我就想問問教會 你們處理了周滿延傳道這個人嗎? 如果你們還未去處理這個人 我促請各教會嚴正處分周滿延傳道 因為他在公眾場所偷拍群體 他除了完全失去見證之外 他完全是違反了他身為傳道人的操守 而且他做這些事情 在聖經來說是完全讓上帝的名字大得蝕獨 教會現在已經惡名超張 還要彈出周滿延傳道出來 可以偷拍女生群體? 嚴格党不夠臭嗎? 那麼周滿延傳道的所屬教會 你可以做的是 永久隔去周滿延傳道這個傳道人的職位 甚至永久將他逐出教會 叫所有教會不要接頭這個人 其他教會可以做的就是 永遠都不要讓周滿延傳道進來你的廣道 進來你的教會廣道 我呼籲所有教會 不要讓周滿延傳道進來你的廣道 我不想再有其他女生成為周滿延傳道的獵物 所以我再三促請所有教會 嚴正處分周滿延傳道 你不要跟我說上帝會處分她 不用我們插手這樣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弟兄姊妹 持有這樣的心態 教會才不能夠張顯神的公義 聖經講過 新冤在神神必報應 但是聖經講過 你們要為孤兒寡護新冤 現在你們作為一個教徒 要為周滿延傳道偷拍群的女生 去新冤 嚴正處分周滿延傳道 所以我再三促請每一個教會 嚴正處分周滿延傳道 要盡快處分周滿延傳道 我知道你們是混蛋 但是麻煩你們也幫我處理你們的混蛋 還有如果你們已經處分周滿延傳道 麻煩向公眾交代 交代你如何向周滿延傳道作出處分 你不要討過說 我不需要向公眾交代 而說你們處分周滿延傳道 如何處分他 你要向公眾交代 因為周滿延傳道偷拍群的這件事 已經上新聞了 除非沒有上新聞的 看到嗎? 為啟? 在討論的時刻 在討論的時刻 那些人們總體的討論 你不應該來為何 大部分我們應該達到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